今天我們要跟大家介紹 我們的新產品 全天輕盈隔離乳 Everyday Air Light Sunscreen 那在這支影片裡面 我們還會跟大家解釋說 所有不同的防曬劑型 還有為什麼要擦防曬 還有要擦多少的防曬 才是足夠的呢 繼續看下去喔 好,歡迎回到我們Skincare Crash Course 我是Sam 我是Melinda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就是 我們要新處的一個防曬產品 我們叫做全天輕盈隔離乳 我們也是非常非常期待 這個產品跟大家見面 因為是我們努力很久 很久了 應該快兩年 一年多 一年多了 終於要上市了 今天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 那這支防曬產品呢 目前是拿到SPF50 然後四顆星的認證 那也是現在說的防曬 防禦裡面呢 最強的規格了 對 然後呢 我們分別就是這個BOOSTAR 跟我們這個SPF50的規格 我們就會分別在其他的影片來去細講 然後也會在我們的社交媒體平台來去做分享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講的就是 防曬其實有分了哪三種 那防曬有三種不同的技術 一個就是大家都知道了物理性防曬 然後第二個就是化學性防曬 然後第三種雙重防曬 接下來要下來跟大家分享一下物理性防曬的整個邏輯 就是物理性防曬呢 它就是使用礦物粉 然後下去來做一個折射 跟有些外線會被吸收進去 所以它就是比較呈現是白色的粉末 對白色的粉末 因為礦物粉嘛 對 所以其實它分子好像稍微比較大一點點 所以插上去的時候呢 好像就是會呈現很多白白的一個粉狀 對 那我覺得這是物理性防曬的一個問題 但當然它很棒的點呢就是 它有那個折射的功效 它就是像一個大的圓圓一樣 但是物理性防曬有一個很大的缺點 我們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因為物理性防曬這些分子較大一點 所以說它在做產品的時候呢 會需要靠很大量的油脂 來讓這個物理性防曬的這些分子 來去溶解 對比較平均的分曬 所以說在使用在臉上的時候呢 就會顯得說比較油油膩膩的感覺 所以說呢 比較偏油性皮膚的朋友們呢 可能就比較不適合這個類型防曬產品 所以你比較不喜歡物理性 但我就是蠻喜歡物理性防曬 因為我就是乾性的皮膚 對 所以我面對這種比較稍微厚一點點 我會覺得保濕度其實是蠻高的 對 加上物理性防曬呢 因為它使用的是礦物粉末 所以說呢 假如說那個粉末的分子又偏大的話呢 很容易造成就是皮膚在抹上去的時候 然後那種泛白的問題 好,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去解釋一下 化學性防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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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曬外線的方法呢 它是用化學性的外線吸進去之後呢 把它轉化成熱能 把它配放掉 但我覺得化學性呢 對油性肌膚來的時候 就比較喜歡 因為真的是比較乾爽一點點 所以我覺得普遍好像在亞洲地區 我們看到或買得到的 SUNSCREEN很多都是化學性的 因為它真的比較透 然後又薄 然後就是對面對這種 很悶熱的天氣的時候呢 其實是很棒的 那它分子比較小一點點 所以刺激性也比較高 沒錯 因為在清潔的時候 會比較難去把它清洗掉 所以說較有殘留的話 也會導致皮膚的一些敏感 跟紅棕的問題 但的確就是整個質地 比較乾爽一點點 所以就是有性的皮膚 可能就會比較喜歡這樣子的 沒錯 這瓶全天輕盈防曬乳裡面呢 使用的是雙重劑型的防曬 結合了兩邊的優點 那所以也是為什麼 我們花了這個一年半的時間 然後一直去研發這一支產品 所以它使用起來呢 有那種很細緻很舒服的感覺 非常清透 然後呢 它卻有這個很好的防曬的穩定度 所以用起來呢 其實整體感覺也 就是拿到一個中間值 不會太油膩也不會太輕薄 都是一個很棒的一個質地 那我們很多朋友就是優先先試用過了 都覺得質地是非常好吸收的 那我們這一瓶算是用一種 雙重劑型的防曬下去做的 但我們也是有海洋友善 我相信現在客群 我們的朋友們 其實最在乎就是這個點 就是到底對海洋 就是有沒有是友善的 那我們就是所有的一個成分表呢 都會很transparent的給大家看 然後也是非常符合規格的 對 所以這個也是我們一直很努力的 就是R&D團隊很努力的去爭取在這一支防曬產品裡面 所以關於說到的海洋友善這個法規 我們要打破一些迷失 對 因為這個爭議其實也是蠻大的 就是說呢 也有科學家認為說呢 海洋友善 對對珊瑚友善的這個法規呢 其實跟珊瑚的白化呢 是沒有正年的關係的 那很多的科學家認為說 我們應該要更 針對說現在的問題 其實是全球暖化 然後跟海洋的溫度來提高 這才是導致珊瑚白化的真正的原因 然後我們應該把這個焦點 放回去真正的問題 然後不是說這個海洋友善 所以我覺得說這個就是 是漸圓漸置我們蒐集到的一些資訊 但我們能夠確認的是呢 被海洋友善禁止的 這些化學的成分的防曬劑呢 的確對於我們皮膚 會造成一些傷害 所以說像是Oxybenzo 跟Oxenotate這些成分呢 本身就會對我們皮膚 造成一些壓力 所以說呢 在我們海洋友善的這些成分裡面呢 我們都是不會使用到這些成分的 我覺得說大家目前 對這些成分的意識抬頭了 很多的比較老一點的 這種化學劑型的防曬呢 會慢慢慢慢的被淘汰 那我覺得說 有這個海洋友善的法規呢 是讓我們知道說 有什麼化學性的劑型的防曬 是安全又OK的 不要因為聽到說 它是化學劑型的防曬 就覺得說對它很怕 因為有很多很好的化學劑型的防曬 其實用起來在皮膚上 也是非常穩定的 OK 所以有follow我們的朋友呢 就知道我們從以前到現在 一直提倡就是說 為什麼要擦防曬 不管是室內室外都要擦是為何 因為呢 其實我們的臭氧層現在越來越薄 有在薄化的問題 導致呢 現在的紫外型能夠滲透的機率更高了 其實我相信大家都有這個感覺 就是我們以前的夏天 好像沒有這麼的熱 然後我們以前的夏天 也比較早開始 但可能現在到9月10月了 為什麼天氣還是這麼的悶熱 然後太陽為什麼直射的時候 這麼的燙 很多人都說 現在的紫外線怎麼越來越毒 沒有錯了 是真的真的 因為我們臭氧層越來越薄的關係 所以這也導致說呢 為什麼防曬呢 越來越重要 然後大家都要一個這個 每天只要出門 就擦防曬的這個醫生 觀念 接下來我們會跟大家分享一下說 防曬的不同的波折 那紫外線其實有分兩種 對 我自己本來也是很混亂 就是到底UVA跟B差別是在哪裡 沒錯 這邊來跟大家解釋一下 就是UVB呢 就是比較短的波 那短的波 UVB呢 它則會給我們皮膚帶來 像曬傷啊 曬黑的這些問題 那UVA就是那個更恐怖的 就是老化 大家最怕的 因為它的波數比較長一點 它可以滲透到更深的皮膚 會讓我們皮膚老化 然後會干擾我們皮膚的DNA 我覺得一個比較簡單的 怎麼去記的A跟B的差別 就是A 就是Aging B就是Burn 所以就是這兩個的差別 所以說UVA呢 才是真的是老化的 最可怕的 對 那而且UVA它有一個很恐怖的地方 就是 UVB呢 你假如在室內的話呢 你是沒有辦法去接受到UVB的 你就是不會塞傷等等之類的 但是UVA有個很恐怖的地方 就是它只要呢 它坐在窗旁邊 或就是你的房子裡面有窗戶的話 它其實都可以滲透到那個窗戶 好可怕 對 攻擊到你的皮膚 對 所以為什麼就是室內冬天其實都要擦 因為冬天可能我們感覺到太陽其實沒有到那麼大 但其實那個UVA的指數可能還是很高的 默默就是很恐怖 一年四季都要做好防曬 然後這邊還要再附帶一點就是說 為什麼早上一定要擦這個防曬呢 其實我們早上在擦防曬之前 我們前面都會擦一些保養品啊 精華液乳液等等之類的 那我們要講的就是像VTC這個成分呢 它是一個很好的抗氧化物物 然後可以預防舒緩日曬 但是VTC這種成分呢 它是非常怕太陽的 很容易被分解掉 所以說你用完VTC的話呢 你最好上面還是要用一個保護它的一層膜 讓它不會被分解 受不到這些紫外線的影響 所以說這會是為什麼呢 你假如說你早上的保養在做怎麼好啊 你擦再怎麼多的這些活性成分呢 以後面沒有使用防曬的話 那乾脆就前面都不需要去擦 就是早上的話就是防曬是一個保護 然後晚上的話就是精華油是一個保護 剛剛說為什麼要擦 現在就是到底要用多少的量 那我們的整張臉來講的話呢 我們是差不多需要用到1.2ml的量 在我們脖子範圍呢 也是差不多1.2ml的量 那你不可能拿一支湯匙在量說 我今天要用多少嗎 那很簡單的就是兩隻手指頭 就是你的食指跟你的中指 就是把它擠上去 長長的一條 這兩條的量呢 就夠你擦你整個臉 還有你脖子的範圍 那記得脖子範圍是很重要的 因為它也是皮膚 那假如使用比較液態型的防曬的話呢 你就要怎麼樣看說 你要用多少的量 因為你腳擠在手指頭的話 很容易會低下來 所以說你假如說用液態型的防曬的話呢 建議就是用物質硬幣大小的 不然的話呢你可以在你的手心中間畫一個三角形 然後把它填滿 這樣的用量呢 也是剛好2.2ml 就是臉跟你的脖子的棒 對我們接下來呢就會說 為什麼其實很多的美妝的一些隔離啊 或者一些就是粉底 其實都已經有添加了防曬 但我們可能會有很多朋友 其實我自己有一段時間也是這樣子 就想說我的粉底液就是有防曬 我為什麼還要擦防曬 但剛剛就是提到說 其實你看2.2ml的ml其實是蠻多的 對然後你的臉是1.2耶 對 臉的1.2ml的話 你擦完那個粉底液的話 會非常像蠟圓 會非常非常厚 所以說當你在使用這些粉底液沒有含SPF的話 你永遠用到都是不足的 完全不足 所以說我們還是建議大家說呢 先做好防曬 先選一個沒有顏色的 或者是有點像牙白的這些防曬產品 擦完整臉 做好防護之後呢 再用這些裡面有加防曬系統的粉底液 其實就是一個bonus 對來做一個加強 我們的全天清一格旅入屋裡面 還加了三種紫萃 真的跟大家分享 第一個就是秋葵 桑聖還有金蓮桶花 那這三個紫萃可以幫助我們皮膚保濕 然後提亮 還有舒緩日晒 好所以希望大家呢 就是透過這支影片呢 更了解到我們這一支 花了一年半去研發的這支sunscreen 然後也了解到 就是UVA跟B的差別在哪裡 用量 然後不同的防曬的機型差別是在哪裡 希望大家都有學習到 就是有被educate到 那這支影片就已經快到尾聲了 然後謝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然後有任何的問題呢 都可以私訊我們 我們都會盡快幫大家回答的 那記得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在下面按個讚 然後記得要訂閱我們的頻道喔 那我們Skin Care Crush Course 下次見 掰掰 掰掰 其他的紫萃 如三葵 秋葵 秋葵 對 三葵是wasabi 對 哪三種是 一個就是 三葵 秋葵 來 我打氣 秋葵我就講 我想說你一直不講是怎樣 不是我要講 可是你一直講 我要講 我會把他誤會這樣 那可以看 我覺得我還說 net 翻開 鬬